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報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FBI局長 今天在哈德遜研究所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其中提及的這個重大的政策跟戰略的核心 指控了FBI手上的案子 每十個鐘頭就有一個案子 其中一半以上都跟中國的切知相關 那這裡頭他還爆料一個獵狐計畫 這個計畫是被指控說是習近平一人核心主導 而且威脅海外的華人 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千人計畫當中的 這一些各式各樣的科技或者生技醫療專才 威脅這些人如果沒有效忠回國 就要直接被自殺 過去千人計畫當中的張守成 很有可能是這樣的計畫的案例 然後美國現在不斷的打台灣牌的同時呢 外界觀察的是美台聯手抗中台灣防衛法 這一個法案的相關的進度 整個2019到2020 美台之間有相當多重要的核心的法案 而這些核心的法案當然影響到美國對中跟對台的政策 同一時間呢在美國內部因為疫情還在延燒還在惡化 不管是佛羅里達或者是德州 現在都面對疫情的飆漲 德州州長說10天之後ICU會崩盤那會崩潰 一旦德州崩潰的話最終三個多月之後的美國大選會如何影響 最新的民調數字當中55%的美國受訪者不滿川普處理疫情 而疫情的惡化會不會使得親中派的拜登最後掌權當家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法律專家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賴宗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吳姊 大家好 再來是王以龍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創夏剛剛看到的是FBI的這一個局長演講的片段 他直接指控習近平大舉追殺海外的這個華人跟中國人 那主要的核心計畫叫做烈狐計畫 這個烈狐計畫他是針對在美國的華人 你可能有一個狀況你批評過中國 你可能心裡覺得說對中國有點遲疑 或者是你對中國某些政治有點意見 或者你想手足兩端 我在美國住 我幫忙中國 但是我不想回到中國完全消滅 你就可能會騙到烈狐計畫 而這烈狐計畫是中國 間諜網綿密到在習近平的指控之下 直接過去跟老王講說 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立刻回國效忠 另外一條你就會被自殺 是這麼的一個驚恐 而這樣一個狀況 真的只是威脅嗎 所以大家很快就想到了 這兩年來 兩個非常神秘而奇怪的案子 一個案子就是 現在全世界都在追 武漢肺炎的源頭 那個COVID-19 到底跟整個的SARS的第二類型 有什麼不一樣 結果突然之間 現在正在當美國正在發佈 第一波疫情的時候 正在居家隔離的狀況之下 批茲堡醫學院一個非常傑出的 37歲的華裔的生化學家 叫做劉斌的 突然在家裡被人家拘殺了 而更詭異的是 殺他的兇手叫顧浩 在他家的外面的一個舊車子裡面 竟然也自己制裁了 可是這裡面的狀況都很奇怪 而這時候批茲堡醫學院 把整個劉斌的研究計畫裡面發現說 他有在研究整個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裡面 到底有朋友移植 有沒有什麼狀況 得到了關鍵性的突破 而這關鍵性的突破 是不是有人覺得說 你這個突破會對整個中國 對整個追究不利 他就不見了 他就被自殺了 另外一個就是張守成 張守成呢 他是楊振林親自教出來的學生 15歲的時候就非常的聰明 直接進到了中國大陸 復旦大學第二物理研究所 是由那些洛貝爾獎等級的老師 親自教出來的 然後就到美國 到了美國之後 當了史登弗的終身教授 而且他發病過了 他發現了叫天使例子 有可能是有一年會得到 洛貝爾物理獎 可是他這個時候 在2009年的時候 中共啟動了天人計畫 因為他出身中國 又在美國這麼的重要 又在矽谷旁邊 所以就選了他 做千人計畫的核心 2013年他還弄一個單華資本 開始把美國的矽谷的 還有加州的一些生技和高科技 跟華為做一個結合 可是到後來美國 開始查千人計畫 或怎麼樣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張守成呢 突然之間莫名其妙的 就說55歲跳樓自殘 而跳樓自殘的時候 本來呢怪了又怪了 中國很奇怪的是說 剛開始如果說一個 中國的華裔的 這麼結束科學家 在美國死得不明不白 應該會大肆喧嘩 而且中國一下子 全部聲音都壓掉 張守成的事情 反而是在全世界關注 而中國的所有的媒體和觀音 聲音裡面都把它給壓掉 所以大家在想說 是不是張守成 可能有些狀況 在這千人計畫裡面 像狐狸一樣 不那麼忠誠 可能有點這個狀況 所以又被自殺了 這叫千人 整個獵狐計畫可怕 而整個瑞一特別在講這個東西 他在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是有點用意的 因為他平常不會這麼講話 講這麼重是什麼 他是在告訴說 我其實在整個 這十年裡面 在這裡面參設這種計畫 幫中國去偷科技 偷什麼的 這是最大一筆的資產的偷竊 十年之內整個案件 增加了13% 也就是13倍 而這13倍 讓美國FBI 每十個小時 就要有一個新的案子 就要去啟動調查 但是五千多個案子裡面 有一半 都是跟這些中國的人有關 是獵狐有關 第二個他還在講的是說 所以他在講這件事情 是告訴你說 你們其實現在是有生命危險 你們現在其實是有很多狀況 而美國都知道這狀況 其實告訴他們是 你們趕快來做污點證人 你們趕快來投靠 那另外一個講的是 中國在這個整個的干預 和對美國的侵犯裡面 包含是有很多 想要對台灣友善的官員 或是商人 他要嘛就用威脅 要嘛就用勒索 要嘛就用理贊 整個中國的親戚關係 或是調查 你在美國親戚關係 給你進行恫嚇 其實都是全部的在掌控之中 所以他現在告訴你說 現在這些狀況 現在你們趕快來自首 我美國會開一個保護展 來保護你們 好 那窩好大哥 這一個FBI局長演說的 剛剛我播給觀眾朋友看的 畫面的場景背景 是哈德遜研究所 事實上這個是美國 非常有名的保守派智庫 那當然這裡頭也有 非常多知名的學者 專門專精研究中國 那台灣的觀眾 可能比較熟悉的是 2018年大概是9月10月左右 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 有一個洋洋灑灑的 法共習文的演講 那一個演講過後 使得白宮川普的相關的團隊 對中國對華的戰略 有了一個大幅度的轉彎跟調整 那接二連三幾個重要的 這一個哈德遜研究所的 重要的演講跟戰略 也都深深影響到 美國現在權力核心 對中國的戰略 所以FBI的局長 直接在哈德遜研究所 公開演講公開指控中國 那特別是還點名指控習近平 這個是非常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當然這個確實是哈德遜 過去這三年 川普政府一再利用那個場所 來發表他們對中國政策的 重大的這個改變 或者是重大的調整 那白邦瑞也是哈德遜的 這個重要研究員 我們也一再討論過 那這一次的FBI的局長的演講 我認為確實是一個 劃時代的意義 因為他非常細緻的 講述了過去多少年 中共在美國的滲透和這種行為 而且把他直接點到 要是習近平個人在親自領導 親自指揮 那當然也要追究他個人的責任 那現在比較明顯的看到 就是說中共他在全世界範圍內 在我看來不只是在美國 對任何他不滿意的 想要這個滅口的人 他都會採取這個獵狐計畫 去對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施加壓力 那比較普遍的就是通過他們的家人 去威脅他們 就是說你如果不老老的老老實實的回中國的話 你就這個家人也要倒楣 然後你如果不老老實實回中國的話 你甚至可能在美國會被自殺 這個情況當然是駭人聽聞的 不過剛才我們講到的很多例子 包括中國有名的物理學家張守成的例子 類似這種情況 過去幾十年 中共在美國和西方世界被抓到的間諜 都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就是每次你有中共的間諜在西方被抓到 中共都是不承認的 從來不來救你的 所以你被自殺 或者你逼迫自殺 這種案子非常之多 也就是說你替共產黨打工 他要用你的時候 你要好處 你要錢 他都會給你 可是一旦你被破獲了 你被抓到了 你落網了 他不會來救你 這個跟以前蘇聯很不一樣 以前蘇聯跟美國經常交換間諜 我們有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就是雙方抓到對方的間諜 然後每個一段時間會交換間諜 這個蘇聯也都會保護自己的人的 中國不會 中國不認為人命不值錢 可是如果照千人計畫跟海外華人這麼多在不同領域上面的話 美國的人數要跟中國交換 遠遠是不對等的 我們常常說台海戰爭是不對等的 美國現在全世界都懷疑幾千個一大堆各行各業的海外華人的工作者或專家是不是間諜 甚至在Google在臉書在這一些美國的高科技的霸權的公司裡頭 有某一些中國級的工程的專家或者是管理的專家都被指控被懷疑 所以這如果要交換換不完 我的意思是說美國拿這個人數來換 我們沒有看到什麼騰訊指控它裡頭哪個管理階層是美國FBI 也有 這個去年中國的造航空母艦的船舶總公司的董事長被抓起來了 總經理也被抓起來了 總經理被指控受美國CIA的買通 所以中國的航空母艦一直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造船的總經理被中國指控是受CIA買通的 那這個也許美國可以用一些人去跟他換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千人計畫實際上可能影響到的人不只千人 可能是萬人可能是十萬人 這個對於中共來說人海戰術是它的慣用伎倆了 所以這個牽涉到的人面非常之廣 那現在FBI是明確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就是要大家自己去揭露或者是去告密 你誰覺得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這個學校裡面的老師 或者你的這個這個公司裡的同事 或者你的室友或者你認識的任何人 可能是中共間諜 你都可以去告密 這是一個 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自己去報告 說你覺得你受到了中共的威脅 或者你家人受到了中共的威脅 你想要擺脫這種威脅 你也可以自己去向FBI報告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浩德遜研究所 今天有一個很精彩的演講 FBI的局長直接指控說中國的列福計畫 主導就是習近平 那他直接指控說相關的這個中國竊取美國的各式各樣的重要的國安機密商業機密 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財富跟這個資產的移轉 而他手上的案子有一半以上都跟中國相關 然後與此同時呢 USA Today曾經寫了一個文章 這兩天也引發外界注意說 川普應該打台灣牌 應該訪問台灣 然而同一時間真正外界觀察攻防的重點是國會處理法案的進度 那林杰這一次除了這個美國呢 對華政策調整之後呢 加快加大對台的各種法案跟軍售之外 另外一個核心是台灣防衛法 那當然這裡頭是跟軍事的合作 跟抗中的軍事的規劃跟戰略的佈局有關 對這個有華府的學者 這個投書這個USA Today 這樣的美國媒體去拋出一個議題 認為這個北京當局強烈的在壓制香港問題的這個時間點 事實上是這個川普 美國川普總統也是訪台的一個最好時機 那他特別強調說 事實上的確 過去這個美國總統訪問台灣的確是只有一次 前所未有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1960年那時候6月18號 美國當時的這個共和黨的總統艾森豪 曾經這個旋風式訪問台灣 那60年來幾乎都沒有 那那時候這個艾森豪總統事實上 他在那一次的訪問也相當特殊 他是搭美國第七艦隊的這個旗艦 聖保羅號 然後再搭他的這一個上面的這個直升機 降落在松山機場 那這樣的一個這個60年前發生的事情到現在來講 幾乎這個 這個再也沒看到 那所以美國有學者拋出這樣的議題認為說 事實上美國總統如果能夠訪問台灣的話 對台灣的安全的一個保證 一定有非常大的一個效果 那特別是我們看過去的歷史 就是說艾森豪總統那時候的確在這一個 1960年代 那時候事實上兩次台海危機1954年跟1958年這個823炮戰 的確都是他在任的時候 那時候第七艦隊對台灣的護航跟所謂的這個台美的共同防禦協定 的確對台灣的安全就鞏固了數十年來 讓台灣可以這一個有一個和平穩定的一個發展 那所以同樣的他認為這一位學者認為說 外界或許會認為台美之間根本沒有邦交 更遑論這個所謂美國總統訪問台灣 但是他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解讀 他認為說川普的個性 本來就是外界很難以預料 他是可以打破常規的總統 所以也不能去設限說他不可能 那當然除了這一個川普總統訪台 他認為先前若試水溫不排除 用這個譬如說副總統彭氏來訪問台灣也是可以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認為這樣的一個議題拋出來之後 有助於華府 進一步去思考說過去60年來 在兩岸政策上面 凡是要看北京的臉色 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 美國事實上可以在這個 不管是這個協助台灣的安全防衛上面 或者是跟台灣的這個外交關係提升上面 都應該有自己的一個看法跟意見 堅定自己的立場 那同時今天我們在看到就是說 美國國會事實上 對於台灣的這個安全的這個維護 事實上都是走在最前線的 所以他通過了很多法案 那我們在觀察就是說 以這幾年每年的 這一個國防授權法NDA來講 有學者去研究說 在2020年 去年底通過這個NDA法案裡頭 提到台灣的次數高達53次之多 那是歷來之最 而且他的這個內容 相關的內容 從過去傳統上來講 因為美國國防授權法本來是規範 美國這個軍方的相關的這個預算 那台灣是中間的一部分 是他這個海外合作的 跟盟邦合作的一個相關的細節的 一個提醒 那中間從傳統的對台的軍事合作 跟交流的提升上面 那轉變到年到這2020年的版本裡面 甚至提到非軍事層面 包含譬如說網路安全 包含說譬如說中共在這個企圖 影響台灣的這個總統大選 這樣的一個動作都可能要這個提出一個所謂的研究報告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基本上對台灣當然某個程度外交上來也好 軍事上來講也是一個有力的一個支持 那同時我們在如果這個中整來看 過去三年多以來 這個川普政府對台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不管他講了什麼 他實際做的東西 我覺得才是我們真正在意的 比如說我們從他軍售台灣的 這個相關的項目來講 他的總金額換算 大概累計已經到3800億台幣 那中間有幾個重大的突破 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地方 我們從軍事角度去看 就是說這個川普他在幾次的軍售下來 有幾項武器 是對台灣在這一個防衛能力上 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那特別是打破了過去歷任政府 把對台軍售 設限在所謂防衛性的武器上面 比如說舉例來講 他先前出售台灣的 AGN-88B這樣的一個反輻射飛彈來說 就我們過去採訪軍事新聞非常多年 我們的空軍 想要買這種飛彈想了十幾年了 那包含像這個AGN-15C這種所謂JSOW這種精靈的 這個遙攻武器 同樣是我們過去F16戰機 本來要買性能提升的時候 都已經想要但是還拿不到的 都是川普任內同意 那像這種反輻射飛彈 他都是攻擊性武器 為什麼過去美國不買 因為他一直射現在就是防衛性 不能讓台灣越過中線這一部分 但是美國的川普總統 他賣給台灣這意味什麼 AGN-88B這種反輻射飛彈 他必須掛在F16戰機上面 做一個什麼 在先制攻擊上面是做一個 叫防空制壓作戰 SEAD 也就是說我們的戰機 在必要的時候 要去把他的地面的防空飛彈 包含他在對岸部署的S300或S400 這樣的防空飛彈 要在他攻擊台灣之前 就先去對他做制壓 換句話說台灣的F16戰機 不要說進入中國大陸 可能最少也要抵近 逼近他的一個領空 那這樣的一個作戰當然相對上來講 有高度風險 但是他就是一個攻勢作戰 同樣的像這AGN-154C 這樣的一個搖弓武器 他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襲擊對岸的這一個機場跑道 你要襲擊他的機場跑道 同樣的表示你要飛進中國大陸 那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攻勢作為 在這一個過去來講 一直被美方號所設限 但是川普總統上台之後 基本上他是打破這個規則 另外還有我們前一陣子 看到這個Mark 48Mod 6AT這種重型魚雷 同樣他也是一個攻擊性的武器 那同時我們看到他出售台灣F16V戰機 這是29年來 第一次出售台灣這種重要的 空中的作戰的載台 那F16V上面其他性能 我不多說 光一個他譬如說 他還這個有所謂的四型油箱 也就是說他可以加大F16V的 這個戰機的航程 同樣就是配合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要能夠深入中國大陸進行打擊 你的油料跟航程就要夠 而且同時換裝了新的發動機等等 那M1A2T同樣是我這個採訪新聞 過去早期台灣錄製一直想要的 那他現在賣給你M1A2T 甚至是跟美軍的這個現役的 這個同等級 那所以相關的這武器 性能也好 這個向量也好 質量也好 都叫過去歷任的美國總統 基本上是提升的 所以從結果來看 不管先前當然 這個有所謂的 這個前國安顧問波頓 有他這個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說法 但是我從結果來說 川普最後還是準了嘛 那對台灣來講 無論如何可以拿到這些 所謂對台灣真的實質防衛上 有幫助的武器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任的總統 或者是哪一位總統 我們從結果來看 對台灣防衛都是大大加分 跟有幫助 好那我請教一下承恩 剛剛明杰講到的是 這幾年美國對台的軍售 那現在外界觀察的是 國會的這一個 台灣防衛法 這個法案很重要 因為這個如果說 稱眾兩院過關的話 川普也必須簽署 那就變成說協助或者防衛台灣 他會直接入法 那入法不管誰當總統 都要去執法 因為法治國家 好那回頭來講 這一次美國內部對台對香港的戰略 都可能因為對中國的戰略而調整 所以這個法案事實上是有可能落實的 是的 而且它其實 signal它給了一個很清楚的訊號 就是美國對於台灣防衛的戰略 是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反而是現在是最大的意義在這裡 而且是有一個迫切性的 它其實是國會議員所提出 6月11號先是參議員霍利提出來 7月1號眾議員蓋拉格也提出來 而且蓋拉格提出來 其實真的就是因應中國對香港的 這個國安法的事情 他說呢 和平統一已經沒有人再抱持期望了 看到中國這樣子步步進逼 可以沒收香港的自治 下一個就是台灣 所以沒有人再對和平統一有任何幻想 然後過去我們所說的戰略要保持模糊 要不要畫紅線 他說這個概念要拋棄 所以現在要講明 對於台灣的這個戰略要調整 怎麼樣調整呢 是在軍事上面針對有一個 就是中國現在想要透過一個 軍事上面的策略來突襲台灣 取得台灣的控制權 然後造成繼承事實的這件事情 美國要有所因應 那所以這個是一連串的台灣的防衛法案 這是一連串的 先是台灣旅行法 我先打了一個唱 所以如果稱眾兩院這個法案過關 然後行政部門執行的話 那中國侵犯台灣 那美軍就是無論如何要這個動員 而且要協防嘛 最大的觀念是一個觀念上的轉變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說是美國 台灣安全是美國的極度的關切 重大關切 而且美國要保持能力 維持能力能夠防衛台灣 對 現在這個能力 但是有能力並不等於一定出兵嘛 對 現在是說 講大白話 一般的觀眾朋友會關心的是 解放軍打過來的話 美國美軍什麼時候到 會不會一定到 對 就大白話是這個 但是這個法案 事實上很有可能確保美軍 一定要到 美國有決心 而且也有意願會協防台灣 已經跟過去有條約義務 要協防台灣只差一步 對 現在是一個升級的一個承諾 承諾上面的升級 在政治上面做這個表態 在軍事上面找到策略 去因應中國的突襲台灣 先生制人要拿下控制權的 這樣的一個方法 好 所以這個法案的進程 就非常重要 但是事實上我們觀察 特別是川普當家之後 確實是一連串通過了 相當多對台相關的法案 一連串 有台灣旅行法 就是針對高層互訪 在政治上面的那個溝通 能夠更順暢 在台北法是說 台灣的外交是美國的關切 然後對於國防授權法 是說台灣要 不但是剛剛明杰所說的 是對軍售的承諾 而且要防衛台灣民主 就是防衛假訊息的作戰 去侵蝕台灣的民主程序 那現在這個新的法案 防衛法是針對軍事 而且它的目標非常非常明確 它其實只是針對說 台灣是印太戰略中間的 一個關鍵 而且它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來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美國拿下香港 再可以進一步拿下台灣 他說所有的亞太地區 很可能就會落入中國的統治之手 而這個會搶到美國的工作 會讓所有中西部的人民 其實更沒有辦法有就業 所以它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來做這件事情 它的對象非常非常明確 就是針對最近的 其實解放軍其實大言不慘的說 兩個禮拜要拿下台灣 然後從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然後我們發現美國也發現 整個的整體的軍事的優勢 正在喪失 而如果中國發動有限度的戰爭 比如說在區域性的 發動有限度的突襲 先發制人的 然後能夠很快速的 用shock and all的方法 去取得台灣的控制權的話 然後阻擋用一些戰略 去阻卻美國的 比如說航空母艦的 因為怕被擊沉 所以它不敢進來 所以讓它造成繼承事實 所以有個關鍵就是說 中國想利用突襲 然後取得台灣控制權 造成繼承事實讓美國 再能夠回來的時間 緩不及其代價太高 所以放棄 針對這一點 它要求國防部提出具體的方案 每年必須 連續六年必須提出具體的方案 告訴國會 它怎麼打算來因應 中國這個有限度戰爭的策略 所以它是要求說 也是一個概念性的轉變 就是說我們必須給一個很清楚的訊號 過去說我們要維持防衛台灣的能力 現在是說我們有意願要防衛台灣 因此它在政治上先做這個第一步 在軍事上面要求軍事部門 去具體的來因應中國 對於要奪取台灣控制權的 這樣的一個策略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FBI局長 在哈德遜研究所 洋洋傻傻的演講 直接指控習近平主導了中國獵狐計畫 這裡頭偷竊各式各樣 美國的國安跟商業的機密 事實上再過三個多月 美國總統大選就要決於勝負 所以抗中牌是選戰跟政治攻防當中 很重要的核心 另外一張牌是這兩年川普的團隊 不斷打的台灣牌 從2018年之後 台灣旅行法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或者是台灣保證法 國防授權法 事實上陸續通過幾個對台相關的法令 都是這一個有台的法案 賴老師 所以台灣社會當然也觀察 美國社會對於台灣的政治 乃至於法案上的支持跟承諾 從台灣旅行法之後 那有關什麼台灣保證法 亞洲再保證法 那這個在今年也通過這個我們講說台北法案 就是支持台灣的外交的 然後更不要說就是說從2017年18年到現在 每一年的國防授權法有關於台灣的部分都是獲得通過 那如果說在90年代像這種東西 我們往往都是有台法案 覺得說要過很困難 所以趕快把它貼在其他的法案 用復健的方式 就是類伏健三那種 弄得給他過去的方式 但現在完全是不一樣 就專門針對台灣 那如果我們再看就是這些法案 它的一個特色 例如說台灣的旅行法 講的是台美關係 我們怎麼樣台灣和美國之間 它的關係能夠更為制度化 它的那個交往的方式能夠更為公開 而且更不受到限制 那如果講到台灣保證法的話 它那邊提到的是說 國務院對台政策 對台的內規啊 你要怎麼去進行檢討 那它那邊有要求就是說 例如說國務卿 他那個每半年要向這個國會要報告啊 然後提到這個台灣的印太戰略上面 那個美國要在印太戰略裡面 宣示對台灣的支持 那這個等等 那那個像亞洲再保證法案的話 基本上它是在美國的印太戰略宣布之後 國會相對應的這個行政部門的 國會版的印太戰略 所以它把這個台灣 放在這個亞洲再保證裡面 就是以國會版的印太戰略啊 把它提出來 但是用國會的方式進行給它制造 而且給台灣那新的定位 好 那賴老師回顧這幾十年來 對台灣影響最大的兩個法案 一個是中美共同防御的條約 另外一個是台灣關係法 其實在這邊來看就是說 如果說台灣的防衛法 台灣防衛法 這個東西通過了以後 我們可以某種程度 那幾乎就是說有點回到 那個80%啦 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那個時候 當然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條約 它在當時的背景 就是韓戰結束以後 美國它決定在這個地方 要進行這個一系列的 跟亞洲這邊國家雙邊同盟 進行的合作 然後來防堵共產主義 它對外的擴張嘛 所以說它有東南亞的公約 它有跟美日他們簽 他的這個美日同盟 美韓同盟等等 跟台灣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那個老共他在那個時候 他就是覺得要測試到底 美國和台灣之間 到底他玩的是真的還假的 結果1954年93炮戰打下來以後 結果他原來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就成真的 美國就順勢就把這個 中美共同防御條約把它簽下來 但是到了1958年的時候 他又再測試一次 因為他發現說怎麼樣 金馬和台灣好像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就要測試說 到底美國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 他對金馬的涵蓋 到底是怎麼樣的程度 當然那個時候也有 他其他的國際背景 就是說包括中東 伊拉克的革命等等 但是就是說 不論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有關於中美共同防御條約 當時簽下來以後 的確中共他在看到這個東西 他非常的忌憚 所以他想盡辦法 想要知道 到底他的這個範圍是如何 有的時候他可能用 那個實際的戰爭 但很多方式 他也基本上 他要過到台灣海峽 發現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那當然這個整個情境 到1979年 那個中美建交之後 就是中國和美國建交之後 結果中美共同防御條約 就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廢除了 也因此在那個時候 後來是國會那邊主動提了 一個台灣關係法 但台灣關係法 它在這邊 因為就畢竟是國會 它想要變成一個法案 可是在這個法案 它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又有行政部門 它的意願 所以說在這個雙方之間 有那來回之間的一些 那個協商的討論 所以說把這個原來 國會裡面非常強的 對台的安全承諾部分 後來改成比較 相對模糊的東西 那相對模糊來講 後來就變成 開始美國行政部門 立即一直講到說 美國對台灣有戰略模糊 所以說美國對台灣的安全 有它的承諾 但是具體要怎麼做 對不起 這要看狀況 所以出現戰略模糊 那戰略模糊 實際上在1996年的時候 就出現怎麼樣 台海危機 那中國它就是 用這種方式來測試 到底這個美國 它對台灣的 commission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當時一測出來 發現美國就犯了 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就發現即便在那個時候 即便是大家認為 很輕重的克林頓總統 結果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還是非常非常堅強 但是我想到現在的狀況 是比較跟過去不一樣 是說現在已經不再次 戰略模糊大概已經 準備飛出窗外了 已經沒有了 要回到戰略的清晰 但另外一點 美國和台灣之間 開始透過各種法案 包括美台的雙邊關係 包括美台的防衛關係 包括美台的外交的內部處理 以及台灣的這個外交上面 國際空間上面的議題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是出現一個重新整備的狀況 好 那王浩大哥我請教你 所以事實上 台灣關係法的那一個年代 這個美中事實上 是有三個公報 那所以說美台的關係 事實上是有轉折的 那剛剛賴老師講到的是 美中三個公報之後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 因為有所調整 所以對台的模糊的 這一個戰略模糊的定位 是比較明確的 所以老共要測試美國的底線 那另外一個觀察的是 這一次呢 美中關係的惡化 川普是直接揚言 不惜切斷關係 切斷關係說穿了叫做斷交 那如果走到這一步 當然是另外一個局面 所以顯然不同的時間點 那美台的關係 確實有所不一樣 美中關係確實越差 美台關係就越好 當然了 是這樣 過去70年來都是這樣 美中關係越差 台灣越安全 但是我想就川普時代的 這幾個美國有關的法案 再多說幾句 我覺得基本上有三個關鍵點 大家值得觀察的 就第一 過去三年 美國國會所通過 川普簽署的這些友台法案 都是兩黨在國會 一致通過的狀況 就是說幾乎在友台 這個對台灣友好 提升台美關係這個問題上 美國兩黨的意見 是相當高度一致的 這是第一個重要性 第二個重要性是說 美國提升跟台灣的關係 不以美國跟中國改善關係 或者惡化關係作為一個前提條件 也就是說美國現在推動一個 跟台灣的關係和跟中國關係的 一種平行關係 這樣一個狀況 那以前歷任總統 都是把對台灣關係 當作一個對中國關係的 其中的一部分來看待 那現在的總統 是比較把對台灣關係 作為一個單獨的台美關係來看待 這個是跟以前是有差別的 那第三 而且是往雙邊承認在走 是 才會有這一類的 比方台灣旅行法 那允許這個台美的官員 互相訪問 是 這某種程度就等於把台灣的關係 直接這個單獨處理了嘛 那確實 沒有做到波頓那個程度 但是有照波頓的理想方向去衍進 是這樣 確實是按照波頓想要的方向 再往前走 我覺得80%都已經做到了 現在就差最後這個紙沒有捅破 那第三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一次新起出了這個台灣防衛法 它最關鍵的剛才前面兩位都說了 就是它把美國對於台灣安全的承諾的 這個模糊空間拿掉了 就是說我明確地告訴你說 你如果中共膽敢來打台灣 美軍一定來干涉 美軍一定要進來台灣海峽保護台灣的安全 這一點實際上過去70年來 美國都沒有承諾得這麼明確 對 因為在 在內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防禦條約沒有那麼明確 也都沒有這麼明確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面 是很明確地說台灣和澎湖 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 那但是現在看這一次新的這個 美國台灣防衛法的話 會不會把金門馬祖也明確地放進去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FBI局長 在哈德遜研究所直接演講 公開指控習近平主導的獵狐計畫 這裡頭呢 這一個剽竊盜竊各式各樣 美國的國安或者商業的情資 因此呢 美國這一次的紅色清洗 到底要洗到什麼程度呢 前幾天我們看到 印度直接下架59個中國相關的APP 其中包含抖音 好 老王剛剛看到的是蓬佩奧證實說 川普政府考慮下架中國相關的APP 那印度莫迪是很硬喔 一口氣下架 而且下架59個抖音一起下 對 這個6月28號就下了嘛 然後可是這個川普 川普你被這個抖音阿嬤擺了一道 這個領票不出席 這個我覺得是顏面上的問題 所以這次現在就直接點名了 看蓬佩奧的點名 其實抖音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上次有看到為什麼要進抖音 其實抖音在美國市場非常大 那張圖大家不知道印象 我先前有跟大家談過 所以抖音在美國市場這麼大 代表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如果川普想要控制這些媒體的影響力的話 那當然優先 這個抖音要先讓它下架 這不僅是自己面子 當然他也會說 這是有關中國的隐私 竊群的隐私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下去 其實從這件事情知道 川普到底要硬起來 你不可以輸給印度 這個事情你要比較硬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在中心的這個部分 華爾街日報最新看到一天 報導就說 中芯國際可能沒辦法供貨給華為 那這個非常大的震驚 因為大家想說 華為如果不小心台積電 它沒辦法接下單了 我起碼有一些比較中低價的手機 中低價的手機 我還可以找這個中芯國際 因為它14代米來出貨 結果現在傳出 中芯國際可能也要自保 沒辦法出貨給華為 那這究竟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持續去看下去 先來看今年的股價好了 這上面這個藍線的部分 是中芯國際 在港股的漲幅 今年漲了多少 200個percent 那下面那個紅色跟橘色 是配成半導體指數 跟台積電的股價漲跌 相對來說是差很多 那中芯國際最近已經大事 它要登陸中國的科創板 它登陸的規模是 大概是面前吸金 大概400多億 是創下科創板有史來歷史性高 所以反映大家對中芯國際到路股去掛牌 是非常熱烈的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麼大期待 因為你看這一張日經中網的圖 就告訴大家 原本華為會叫TSMC去代工 但當TSMC 就我們台積電沒辦法出貨給 假設真的沒辦法出貨給華為的部分 那找誰替代 所以這個中芯就被大陸網友講為什麼 是最強的台積電的替代品 厚補品 那這最強的替代品厚補品 當然就有機會反映在未來的營收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它雖然目前的這個技術跟規模 是小於台積電非常多 那就是因為它小台積電非常多的規模 所以如果這個能夠接到華為的大訂單 對它來說實際上是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談到中芯國 談到這個華為的時候 也要談到什麼 相關中芯國際 他們在印度的市場 因為我們這陣子一直在談印度 它過去這一張的外媒的新聞 其實是早在之前 早在疫情爆發之前 早在中美兩個打戰之前 抱歉是印度跟中國打戰之前 他們這個媒體是怎樣 中芯國際跟華為都準備 要到印度去生根 他們要生根當地的製造業 對 他們要搬過去那邊 因為要對抗愛力信 你可以看到右邊 印度的三大行動電信商 這前三大民營的市場 市場占比的話 除了第一名的 那個是三星電子供應商 戰大宗之外 其他第二名第三名 你都可以看得到什麼 誰的設備 華為的設備 中芯國際的設備 代表他們都有參與這裡面 那印度現在是反中第一大 所以他已經 這幾家民營已經被 印度的官方 印度的媒體已經披露 這幾家民營都被找去喝茶了 告訴你說 我要禁止你華為的設備 禁止你這個中芯國際的設備 所以中芯通信 所以大家想說 印度其實是滿硬的 那你要想 下面市占六成都是有中國的廠商 那現在如果被禁掉 那華為的處境會更辛苦 再來看印度的智慧手機就好 智慧手機的前五名的前四大 的市占率 只有一個是三星 其他全部都中國廠商 你說蘋果 我跟大家講 蘋果的手機 在印度市占一個percent 太貴了 不可思議 所以你看到中國廠商 而且是你看對照 印度趕快發展自由品牌 是啊 而且2018 中國有小米 印度可以發展印米 就是這樣嘛 還是咖哩牌 薑黃嘛 也可以啊 然後我就國產 我國有製造 反正他現在有一大堆供應鏈了 供應鏈貼一貼 就有自由廠牌了 手機話數差一點而已 小米可以這樣玩 印度為什麼不能玩 各況前面市占 前五名就有四名 都是中國廠商 都是類似的這種做法嘛 對不對 所以而且中國廠商 其實在大陸的這個市場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中國製造手機 的廠商要小心喔 如果他們總理 發現這件事情的話 看到這個市場 全部禁止你中國手機進口 那我看你要怎麼辦啊 那再來看一下 日本當然也有 日本花了700億的日幣 要幹嘛 要來這樣嚴重 贊助他們這研發 5G設備的廠商 目標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對抗國外的市民 但是國外市民是誰 現在當然就是華為嘛 我像這個全球 拿花費資金 或全面圍堵華為的市民 我想是非常清楚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三個多月 川普要面對選戰 連任生死一戰 但是在美國最新民調 55%的受訪者不爽不滿 他對疫情的處理 可是創下美國疫情又炸鍋 標心高 然後呢 今天全世界還有一咖確診 巴西總統確診了 其實川普的疫情 不是說美國人不滿而已 而且他更大的危機 是來自於不信任了 現在美國有55%認為 不滿意川普處理疫情 可是NBC做了一個新的民調 那個是更慘 人家開始選的是說 我根本不相信你這個總統 我情願相信你川普罵的那些州長 這裡面全美國人呢 有70%的人問你說 現在州長告訴你說 你要做什麼 還是川普告訴你說 你要做什麼 70%的人說 州長說我相信 25%說是川普 然後這裡面呢 尤其是民主黨的那些州呢 更可惡 93%的人 我相信民主黨的州長 我相信Kumo 我絕對不相信你川普 只有7%的人相信川普 而共和黨 總是川普自己的人吧 總該相信了吧 結果53%的人相信川普 47%的人說 我相信我的州長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太多的州 4月30號聽川普的話 提前解封 那一解封之後 現在就是川普的這些州 德州 然後佛州 佛州在禮拜一的時候 已經打破了紐約州 單日11438人的紀錄 還繼續往上飙 然後呢 而且這都南部州 然後巴西總統現在也確診了 就是說他靠南部的地方 現在是全面失控 這全面失控 都是川普以前在那個時候 最後能夠像佛州的話 有29張的那個選舉人票 小贏的希拉蕊 他就翻過來 如果現在這邊出事了 而亞利桑那州呢 也是一樣的狀況 而結果巴西總統 這更慘 他們完全就是說 這是小感冒 這是怎麼樣 終於他出來講說 我也確診了 戴著口罩 可是他有一個更可怕的動作 他是7月4號的時候 他還跑去跟 美國駐巴西的大使 一起參會 清除美國國際 所以現在美國人很緊張 那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講一講之後 他把他的口罩拿下來說 你看我的臉色還很好 我呢 現在還很冷靜 嚇得下面的那個 全巴西的記者都嚇壞了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 跟粉絲旁掃描 QR後訂閱連帶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還有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面 不定期也會提供網路 獨播特別的影片 歡迎我們的粉絲觀眾朋友 鎖定 那訂閱 同時呢 準時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